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練習一下前面所教過的這一些 解決二元一次方乘四的方法 來看看這一題 如果要配方法的話就有點麻煩了 而且這一題是放在十字教程這裡 那我們試試看十字教程 看可不可以解開它 常數這邊是480 也就是說你最後的那兩個x加角和x加1 乘起來480 那因為這邊是負的 所以乘起來480 減了之後竟然還差238 代表怎麼樣應該是差蠻多的吧 然後是震的比較大 所以會是什麼呢 既然可以差200多 那一定有一個超過200多 1乘以480 2乘以240 所以是x加240 x-2 來 再來看這個 420和-1 負的420 所以這兩根是差1 差1 這兩個數字乘起來420 結果差1 嗯什麼數字乘起來420會差1呢 那如果你一時想不到 那還是去抓這個 就是我們說去想想看它的根號 420根號大概20吧 20多一點 因為400的話就20 所以什麼數字差一點點 那它一定是在20附近 所以就是20跟21 這樣你就會找到了 所以它其實是x-21 x-加20 這樣就會變成留下-1了 等於0 所以x等於21或-20 好 然後再來下面這個 x平方-196等於0 那x平方-196的話 你會發現它沒有一次項 其實它就是怎麼樣 一個a平方-b平方 那196是14平方 所以它是x-14 x加14等於0 所以x等於正的14 或負的14 那所以你也可以用配方法的精神 把它趕過去 x平方等於196x等於14 也可以 來看這題 那這個也是 729的話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729的話 它是81乘以8 所以它是27平方 27平方是729 然後這個54剛好是27乘以2 所以這個其實是完全平方式 所以x加27等於也是0 因為0開個號就是0 所以x就等於正負27 不是正負27 負的 負27 這是這幾題 好我們來看這一題 小明與小華同減一個x平方向係數是1 那小華看錯一次是解出來只有一根是6 欸為什麼 那另外一根呢 那他說解出來只有一根是6 其實就是他只有一根 所以他其實解出來的東西是這個 x-6的平方等於0 所以他解出來的 他看錯一次是 所以其實他取得的常數是 36啊 可以嗎 他解出來一根不是說 不知道為什麼另外一根搞丟了 是說他是重根 所以他是一個完全平方式 他以為他是完全平方式 那小華看錯常數解出來是3和10 所以其實他的常數是什麼 他的常數是錯的 然後他的一次是3加10出 前一負1 所以是負的13 所以其實這個四十是x平方-13x加36 他是x-4x-9等於0 所以x等於4或9 這樣可以嗎 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上次留下來的作業 有一種數字很特別 比如說 我們直接來看他的這個例子 x平方-5x加6 有整數解 這個他可以拆成x-2x-3等於0 那如果我不小心把這個改成負的 然後前面都不要動的話 x平方-5x-6 他一樣有整數解 那除了6之外還有什麼 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找到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它是24 然後前面是10 其實這個地方也可以用正的 這兩個用正的也都還是可以 我們這裡寫正的 這樣子的話它是x加4x加6 那如果我把常數改附的 那會變成x-12-2 可以嗎 那所以就是也 這個在30以內 除了6之外還有一個 那這個就是 24 可以嗎 那負帶1級 我們剛剛說 這種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你前面兩個都不動 就把常數正負對調 這樣你也會有解 那如果我是把常數不動 把這裡正負對調呢 那我可以跟你說 如果你原本的式只是有整數解的話 你常數不動一次是正負對調 一定也有整數解 因為它就是把你的根 把你拆出來的兩個 兩個這個音式的正負號 裡面這個的正負號改掉而已 比如說舉一個例子 一個簡單的例子 x 比如說x平方 -2x-3 那我這個變成x-3x加1 對不對 那如果我說我現在要把它改成 前面這裡改正的 OK啊 那就是變成x加3-1 對不對 那如果它原本是x平方-4x加3 那它是x-1x-3等於0 那如果我要把常數不動嘛 我要把一次是改正的也可以啊 就是後面都改正的啊 所以常數不動把一次的正負號換掉 原本有整數解的話 後來一定還是有 但是如果一次跟這個二次都不動 只是把常數的正負號換掉的話 要有解就會比較特別 那其實如果你們剛才有人 也許會猜測 我這個的兩根 兩個 這個 後面是2跟3嗎 這個的是4和6 對不對 那所以其實還有一組啊 其實還有 就是超過30以內沒有 那超過30的話其實還有一組 就是你可以把 這個2跟3是乘 到4和6是乘2嘛 然後你會發現我的一次乘2 常數乘3 那如果我一次乘3 常 一次乘2常數乘4 如果我一次乘3常數乘9 就會變成這個 我把這裡齁 1 5 6 1次乘3 這個6乘9 所以就變x平方-15x加 9 6 54 也可以 這個可以拆成-9-6 那如果我把54換成-54 就是-54的話它會拆成-18加3 相乘 就是-54相加是-15 所以也是有整數解 然後你會發現我就是怎麼樣 把它變一次變3 3倍然後常數一次變3倍 常數變9倍 所以我拆的兩根也是它變3倍變3倍 變3倍這樣 變3倍變3倍 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練習看看上次留下來的作業 這個用配方法求解 x平方加x-2 所以第一步怎麼樣 還記得嗎 把常數移過去 那把244除到變成係數1 然後控住下一行直接寫下面 如果你已經很熟的話 你當然可以直接寫 比如說我就很熟就可以直接寫 對不對 這個的一半是1 2分之1 所以我上面就照抄 我知道這裡是1 4分之1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麼熟呢 那就是我講的 控住這個不要寫 先寫下面括號什麼的平方 x怎麼樣 把這個係數是1 1除以2是加1 2分之1 然後再平方 就是4分之1在這裡 然後前面是照抄的 對不對 等於2加1 4分之1是4分之9 所以x加1 2分之1是正負2分之3 所以x是正2分之3 減1 2分之1是1負2分之3 減1 2分之1是負2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用十字交成拆開 好 下面x平方減6x加減1等於0 x平方減6x 其實如果 示範一下這個很熟的做法 順便換個顏色 怎麼樣 我們前面有說 留意係數1 2 1 1 4 4 1 6 9 那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1 1 4分之1 如果你做9的話 你會發現 那所以1 6就是搭9 所以它就是x平方減6x 我要加9 加9這個負1搬過去 1加9 所以x減3的平方等於10 x等於3正負更好學 這就答案了 可以嗎 那就是看你熟不熟 如果不熟怎麼辦 就是我說的啊 先趕過去 然後下面那行空著 先寫括號裡再展開 像剛剛這樣子 好 所以 有熟老師教的方法 我都沒有說 你們一定就是要照做 每一步就是要照寫 你熟了你不會錯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你可以省略步驟啊 很好啊 心算很好啊 對不對 然後附帶一起 就是說我們有幾個步驟 你如果要省略的話 你把這個移過去 然後兩邊同加 然後開根號 你右邊到底什麼時候要去算 你看我剛剛這個1加9就沒有算死 那個你做久就會有 感覺就是 我等一下好像還有一行 因為我知道我等一下還有一行嘛 我就不急著在這裡算 我在這邊再來算就好了 好 這裡也是嘛 對不對 係數121嘛 所以x平方加2x加1 等於我夫妻先移到對面去是7 那我這邊加1這邊也要加1 可是前提就是說 你這樣子做你要很穩 因為你做是基於你做久了 所以你都很清楚有哪些步驟 所以你有的時候一兩步先抓在腦袋裡面 不寫下來 那你等到你整個寫寫寫寫到這裡 你都會補上去不會漏掉 這樣子你才去這樣寫 那我們等一下就 尤其等一下的細數角不那麼漂亮 我們就不用這種快的方式去寫 這樣x加1 它的這個平方就會等於8 所以x加1就會等於正負2 更號2 更號8是2更號2 所以呢 x就等於負1加減更號2 2更號2 好 好 好久不見了我們的熊老師 嗨 最近要跟大家聊聊這個占卜 占卜 好 那這個有熊老師本身不太信占卜 那為什麼呢 不是說我不信鬼神 我還是有鬼神 可是我覺得大家這個坊間看到的星座占卜書啊 然後這個寫行占卜書啊 你們都應該去仔細的想一想 它裡面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謂真的準喔 它可以讓你 它可以讓你覺得好像很有道理 那其實是有一些這個所謂的 話術 我們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方式來講話 來讓人家覺得說 我好像講的很有道理 我好像是對的喔 比如說哪一些特殊的方式呢 比如說熊老師他今天看了一本 這個由我來寫的占卜書 那你們仔細看那些占卜書裡面 他都會說 假如說熊老師是摩羯座 他是跟著有熊老師姐姐的生日生的 他是聖誕節前一天 12月24生的 你就說這個摩羯座的人 個性果斷但是又很容易 個性果斷但是又很愛交朋友 所以常常會因為小事情跟人家發生爭執 那就覺得好像有道理喔 但是你當你覺得好像有道理喔的時候 你仔細想一想 我可能覺得自己個性不果斷嗎 有多少人覺得自己個性不果斷 然後有多少人覺得自己不愛交朋友 然後有多少人覺得自己都不會因為小事情 跟朋友發生爭執的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就是一種話術 他去講的就是說每個人都會覺得的事情 如果今天熊老師來跟我占卜我說 摩羯座的布偶熊容易破破 歲月的痕跡 他已經二十幾歲 二十五歲了 二十六歲 如果我說摩羯座的布偶熊容易破破 那我就省嘴對不對 但是我不是這樣講嘛 我說這個摩羯座的布偶熊 都很可愛 但是放久了的話 那個需要清洗 那就是你就仔細想一想都是廢話嘛 或者說這個很可愛 可是很不容易保存 然後我就說摩羯座的人都怎麼樣 都這個喜歡悠閒的生活 但是要注意這個錢不要花太多 好像有道理喔 可誰不是這樣子 然後坊間還有一些那種書 他的名字會取叫這個 比如說什麼FBI 然後讀新術 我不是特別在講某一本 很多本都取這個名字 那你們在看的時候去抓住一個重點 就是說 他跟你說你可以從外觀去判斷一個人 比如說來 如果今天你去拜訪客戶 很多會買這種書的 他的都是業務之類的 那很多這種書 比如他第一個主打交友 讀新術這種東西 第一個主打交友 第二個就是業務 他就說比如說你去拜訪業務 這個 如果他的髮型旁分的話 這種人千萬不要跟他說謊 那或者是說 什麼如果他理短髮的話 代表他這個 很有主見 那你要順著他的話講 那仔細的 那你仔細想一想 你仔細去翻一翻他後面的業處 他有沒有教你一個人的頭髮 做成什麼髮型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說謊 他有沒有教你一個人 他的髮型是怎樣的時候 你可以不要順著他的意思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忤逆他 你可以羞辱他 他喜歡給人家羞辱 他喜歡被騙 他很容易被騙 有沒有 他有沒有講到這種人的 你會發現沒有 就是某個人你要對他說實話 某個人你最好很貼心的 某個人你要很耐心聽他講話 某個人他喜歡見譚 他喜歡見譚的對象 你會發現你找不到那種 你可以羞辱他 攻擊他的 你可以騙他的 那其實說穿了一個業務 你不就是要有耐心聽人家講話 然後你要順著人家的話講 然後你要不要羞辱別人 然後你要讚美別人的優點 這種不是本來就該做的嗎 所以嚴格說起來 他真的讓你讀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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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如果看過最早 掛這個名字的那本書 他的確是在美國 有研究這個人類行為學的內容 那的確是有點內容 可是到後來 許多掛這種讀心術的書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都是這個 講來有點虎爛的成分居多 都是在虎爛 那包括這個占卜跟占卜書也是一樣 他就是一種話術嘛 他就是讓你覺得 他講的話 你仔細看他都不會 有讓你覺得被羞辱到 然後讓你會想要去否認的 他都不會說 這個摩羯座的 摩羯座的不偶熊容易掉嗎 哪有那種事 這個雙子座的 雙子座的男生容易胖 哪有那種事 你一定會否認嘛 他都不會去這樣講 他就會說什麼 雙子座的男生 比如說我就雙子座的 所以我常會看到這個 雙子座的男生 很 他會說什麼 心思很細密 然後 然後 然後說 很有好奇心 然後心思常常飄忽不穩 可是 你就覺得滿有道理的 然後他後面又會寫說什麼 如果認真起來做一件事情的話 會很 會 那個很果決的完成 滿有道理的 可是不是說這個想法很不穩定嗎 那為什麼會認真起來做一件事情 不管 人就是這樣子很複雜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要怎麼樣讓他 讓你覺得他講的話很有道理 其實就是不要講你壞話 就不要講你壞話 或者去講什麼 講你一定會檢討自己的壞話 雙子座的男生 有的時候就是不夠細心 對我有時候就不夠細心 摩羯座的女生就是對朋友太好 對我就是對朋友太好 那個天秤座的男生要注意 這個錢不要花太快 對我就是錢花太快 你看是有很多這種 他就是講你那種你一定會檢討自己的 對我就是 其實我應該再用功一點 或者是說 那個什麼金牛座的女生 別人都很難看出你的優點 對阿 別人都很難看出我的優點 那這樣子我也可以寫 對不對 星座占卜 B型的男生 這個 要交朋友的話 要真正的了解你 才能跟你成為好朋友 對阿 你看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也會寫 那你要 大家如果看到這種占卜的書 去想想看 他到底是 真的能夠剖析出你的好處 壞處 然後真的能夠刺到你的壞處 然後你都沒有話講 真是有夠給他準 還是其實他只是兜著圈子 總是講好話 或者是總是講那種你 任何人都會去檢討自己的 或者是總是叫你對別人好的 他有沒有辦法提點你說 什麼樣血型的男生 留什麼髮型的男生 穿什麼衣服的髮型的男生 你可以騙他 你可以把他全部騙走 有沒有這種 有沒有這種占卜書和獨仙書 我相信就算有 也不會拿來寫 所以就是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最後來看我們前面留下來的 這份作業 也是用配方法來解 那你會發現他的數字 就醜了一點點 醜了一點點 那你說我們是不是就不可能 用很快速的方法來寫呢 其實如果你真的配方法做很久的話 沒有不可能 這個E3嘛 E3後面那個是什麼 減下來是2分之3嘛 平方之後是4分之9 我也是可以 哦 4分之9 所以其實這個是 它是完全平方式 有沒有發現 它是完全平方式 知道有熊老師在幹嘛吧 好吧 寫下 這集就寫下 下面的就這個隨我高興 X平方減3X加4分之9 對不起 那所以我 怎麼樣 我說下一行控著嘛 我先把這個趕過去好了 X平方減3X 其實這個 常數趕過去 這個步驟也不是一定要做 有的人不趕過去 他 他在這裡配完之後 再去想說 我要怎麼去調整它 但是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 就是要心臟大顆一點 對 那 就是 也不心臟大顆一點 就是要想多一點 想細心一點 好 那我們下一行控著嘛 在寫下面那一行嘛 是X減掉2分之3的平方怎麼樣 對不對 就是把3除2 3除2之後上面這一行是這個造鈔 然後這個平方 等於 負4分之9加4分之9 你會發現是0 其實這個就是這個 是0 那所以X就是2分之3 他就有一個答案 這樣子的情形叫做重根 就是說該有兩個答案的結果只有一個 叫做重根 就這兩個答案重疊了 重複的重 重根 然後利用這題我們來去認識另外一組系數 我如果把它同乘4 你會得到這個4X平方-12X加9等於0 那我們之前沒有看過這組系數 4、12、9 但是以後你如果看到的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他就是這個2X減3的平方 有沒有 4、2AB12B平方9 所以這樣子解出來 那2X減3就等於0 2X等於3 所以這個X還是等於2分之3 可以嗎 這也可以 來看這個 如果你這個算得夠快 這個的一半是1 4分之1 4分之1的平方是1 16分之1 對不對 所以你的下一個是X的平方加1 2分之1 X加1 16分之1 就是1 16分之1 白寫了 也不白寫了 就是說這又是一個完全平方式 真討厭 所以就這樣 等於0 這個X等於-1 4分之1 要記得負喔 要記得負 再來看下一個 這個就不是完全平方式了 我給你掛保證 那1的一半是2分之1的平方是4分之1 再一次 來 括號X加1 2分之1 先把它一半 然後攤回來 攤回來前面兩個抄下來 這個寫它的平方是1 4分之1 那我剛剛說有的人他不是把常數先搬過去 他就是寫到這裡 然後想說我要從1變1 4分之1 那我還剩3 4分之1 這樣子嗎 然後前面這裡組成一個平方 後面這個3 4分之3翻過去 這樣子 可以嗎 然後咧 平方負的喔 X加1 2分之1 等於正負根號負4分之3 然後我要告訴你 沒有這個東西 根號裡面不可以放負的 事實上到這一步就不合理了 平方之後不可能是負的 所以這個錯的 點點點點點 補解 你X是找不到一個值 10 不管你X是多少 他加了1 2分之1 平方也都不能是負的 所以你X找不到一個值 使得等號成立 所以這一題是無解的 對嗎 就是也看到了這種題目 無解的 下面這題 X平方加10X加24等於0 那麼 這個 應該不是完全平方式 所以下面關號裡面要寫什麼 5X 對不對 這裡面沒有平方 抱歉 他是變X加5的平方 那展回來的時候是 X平方加10X加25 結果你24我加25 所以是要減1 又或者你可以先把24搬過去是-24 然後這邊加25 你剛才如果這邊我說減1 移過來就變正1 這樣 這樣子 這裡不行 好 所以 1開根號就是正負1 所以X等於1-5是負4 或負1-5是負6 測試答案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最後上次留下的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下一堂課再來練習 先上這裡 主題 題 時 4 4